国西面环 四面环海 那么日常饮食当中也常常吃到海鲜 但是假设如果不去巴沙超市买鱼虾 要亲手去钓 有可能吗 到哪里才可以钓到石斑鱼 卢鱼 魔鬼鱼 甚至是小鲨鱼呢 至于那些喜欢吃斯里兰卡螃蟹的朋友们 您又知不知道我国其实有一家 公寓式的螃蟹养殖场 养了4000多只斯里兰卡螃蟹 我们的新单元 新加坡小惊喜 就要带您去发掘我国精彩的另一面 喜欢钓鱼的朋友都知道 我国有好几个热门的码头 蓄水池和钓鱼池 最受到钓鱼发烧有欢迎的地点 应该是东韩公园的乌落码头 不管是周日还是周末 白天还是晚上 都有不少的国人在那里垂钓 而且收获也不错 你能够找到海鱼的鱼 从时间到时间 鲸木炉是4公斤 我最高的距离是38公斤 每个钓鱼发烧友 都有自己喜爱的钓鱼地点和时间 45岁的洪德伟是一名私照司机 没工作的时候 洪德伟会特定到码头去 钓钓鱼散散心 那个是4路比较低 我们叫做 第一点是说比较少人 这个地方的话 时常我们会有意外收获 钓鱼超过20年 洪德伟就在炮台路码头 钓过比较特别的青眼墨鱼 还有重达一公斤的 大理石斑纹的小鲨鱼 安一点比较好吗 我比较不喜欢 因为那边太出名了 很多年轻人喜欢踩脚这群 别人就是说看风景 吹海风之类的 就蛮吵雜 所以给我的话 我是觉得钓鱼 就是说需要一个宁静的环境 所以你的心情 也会比较舒畅一点 要钓到鱼 靠的不只是运气 不单单是放线等待而已 洪德伟当初 也是慢慢和他人摸索学习 才了解到 要钓什么鱼 就得准备什么鱼饵 洪德伟最常用的鱼饵 是新鲜的墨鱼 这个收动是我们去 就是说抓活的海上野生的 通常我们拿回来之后 我们会跟它包住豹子 你包豹子之后 它会吸干烧吸水分 然后我们就放着灯 等鱼上钩 我国海港繁忙 近年来填海活动也不间断 洪德伟说 鱼种和数量都越来越少 但是他也认为 只要有耐心做足准备功夫 还是可以钓到大鱼的 只不过钓鱼 有时候还是少不了运气 有有有 收动来了 收动来了 通常我们抓这些小收动来 做费 好像失败掉 钓鱼或者是杀王 当然是希望抓得到东西 其实这种是一种猎人的本性 洪德伟经常和朋友熬夜钓鱼 能不能钓到鱼倒是其次 他更享受等候的过程 钓鱼是一个相当好的活动 好像你工作上有时候 有一些压力还是什么的话 你来到海边这边 你能够真的是 把你的心情挑离得相当好 当然 偶尔有些收获 也让洪德伟和一家人大快朵鱼 钓到什么里面拿回家吃 直接从这边钓下来拿回家 几个小时后你就可以拿来挣来吃 是非常非常新鲜 超过5000吨的螃蟹 其中斯里兰卡螃蟹由于体质比较大 肉质肥美 是烹煮辣椒螃蟹的首选材料 本地有一家养殖场 从斯里兰卡进口小螃蟹 而且还盖了公寓 把它们养大来卖 我们一起去看个究竟 位于临措港的梁州路 有一家刚在今年初开业的螃蟹养殖场 你看 每一栋公寓都有十层楼高 每个单位可都住着一只螃蟹 这家螃蟹养殖场是新加坡唯一一家 47岁的老板Suresh是新加坡人 早在2010年 他看准了商机 投入螃蟹养殖的生意 从事螃蟹养殖之前 Suresh发现在斯里兰卡的螃蟹 大部分都是野生捕抓的 根本就没有养殖场 于是他首先开设了 培育螃蟹宝宝的蟹苗场 小螃蟹在蟹苗场出世之后 大约四个月长到400克 就会移居新加坡养殖场进行增肥 新加坡寸土寸金 因此设计养殖场 只能够往上发展 螃蟹公寓的概念应应而生 这里共分20栋楼 每一栋都可以住上1000只螃蟹 居住在这里的螃蟹 都需要浸泡在海水里 而且他们也得上厕所 但是设计这一套排水排污的系统 就费了老板不少的功夫 养殖场目前能够容纳 两万多只螃蟹 每天可以为本地大小餐馆 提供500多公斤的新鲜螃蟹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晨光第一线》 别忘了参与我们的 《晨光有礼》 Instagram摄影比赛 主题同每周的玩味壮志单元有关 欢迎您到我们的网络平台 去了解参赛规则并重温节目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 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或者是通过WhatsApp 将照片或视频发送到8288-8223 我是蒋焕 我们稍后见 请不吝点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